然後怎麼樣? 貨2 好簡單喔 你覺得蘇威會考這種題目嗎? 我覺得不會 除非他要送分 不然我會覺得這種題目他會考 好不好 你先看一下有沒有什麼問題 都到這裡 這種都基本功喔 這裡跟同學閒聊一件事情 我跟你說 口是這裡寫或可不可以 可以啊 寫或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你不想寫或 請問你有哪些替代方案 寫英文不錯 寫or okok 好 那有沒有同學 除了寫中文跟英文之外 有沒有其他的寫法 數學符號要怎麼寫 寫一個v 這是數學裡面的或 你寫這個也可以 對不對 但是有一種同學 我個人希望矯正你一個錯誤的寫法 也不能講錯誤 就是這個寫法有些人不太認同 你猜是什麼樣的寫法 寫線 不是寫線 這樣 寫一個逗號 逗號這個東西很曖昧 你知道嗎 有人說這個是或的意思 但有人說這個是且的意思 這個東西我們不要這樣做 這個逗號能不用就不用 或就或且就且 and就and oh就oh 對不對 寫清楚嗎 你寫個逗號 人家搞不好想說 你這個意思不是很清楚喔 給你扣個兩分 那不是很衰嗎 對不對 知道意思嗎 所以你這裡我是覺得 這個 養成好習慣 這個表達清楚會比較好 這個應該提醒一下 是沒有問題的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 你們數A會考什麼 你知道為什麼我知道數A會考什麼 因為我跟你講 如果是我出題 我就會出這種題目 如果是我出 我就會出這種題目 所以你就知道 這種題目是比較重要的 第三題 這個題目 給他三個讚 我來寫個B考好不好 我們來猜猜看 下禮拜二考試 他這一題會不會考出來 會不會考 好不好 我們猜猜看他會不會考 請G考 請個屁啊 請G考 這個題目是這樣喔 4的 s加1 次方 減掉 9倍的 2的x次方 再加2 等於0 我等一下完整做一次給你看 這種題目有標準 就是OP的 辛伯婷又睡著了對不對 欣欣聲 你還可以嗎 你們指揮我 你覺得第一個步驟要怎麼做 這整個題目裡面 你沒有覺得有一個地方 看起來就是讓人很不舒服嗎 有啊 哪個地方 有啊 應該是 第一個就是 底數不太一樣對不對 就底數不太一樣 所以等一下我們要化成同底 這是一個 你覺得應該會做的事對不對 那還有一個地方 其實看起來會覺得 心裡有點覺得 怪怪的不太舒服 哪個地方 這個加1啊 你不覺得嗎 這個加1 你不覺得看起來就是 是怎樣嗎 為什麼這邊加1 第一件事情 我通常建議同學 先把這個加1處理掉 4的s加1次方 它可以寫成 4的s次方 再乘上4的幾次方 一次方 用指數率第一條 把它寫成這樣 這樣可以嗎 然後 再減掉 9倍的 2的x次方 再加2 等於0 我個人建議你先把這個加1寫成這樣 這樣看起來不是好多了嗎 那次方都是s次方 看起來就舒服多了嗎 來下一個動作是什麼 把這個4 你看我們要想辦法化成同底數 4把它寫成2的什麼 2的平方 然後外面再幾次方 s次方 減掉9倍的2的x次方 再加2 等於0 這樣寫有沒有問題 你看4寫成2的平方 這樣寫可以齁 你是不是要寫個字 哪裡哪裡 7層4 7層4 這裡呈4倍對不對 那這個4倍我就把它呈到前面來好了 不好意思 露掉它了 這個4倍在這邊 寫到這裡 這樣沒有問題對不對 然後下一個動作就很關鍵喔 來你再看喔 這個可不可以寫成4倍的 來然後這邊減掉 9倍的2的s次方 再加2 等於0 來你猜我這裡要怎麼寫 我這裡 指數率第二條 內外次方會等於次方相乘 2乘X 能不能寫成s乘以2 我這樣寫你能不能接受 可以啊 對不對 2乘X就是2X嘛 2X是不是也可以寫成s乘以2 交換它們的順序是沒有關係的 好 接下來要做一件更重要的是 換個顏色的筆來寫 LIN LIN什麼東西呢 LIN T T叫做2的x次方 這種題目有標準流程喔 我等一下會帶你多做幾題 你就很熟 你知道為什麼我們要創造出一個新的符號叫做T 叫做2的s次方嗎 因為這個東西看起來有一點討厭 所以我們現在創造一個新的符號 叫做T 那個T就是誰呢? 2的x字方 為什麼要創造這個符號? 因為我想要簡化這個題目的感像 當我令他等於T的時候 你告訴我這個獅子可以寫成什麼樣子 叫做四倍的什麼? T平方 然後減掉什麼? 九倍的T 再怎麼樣? 加2等於0 你有沒有覺得感覺清爽多了 剛才這個地方看起來 還是有一點複雜對不對? 但是你令T叫做T 把你的變數或者把你的位置數全部都換成T 有沒有覺得這個獅子看起來就清爽很多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要令這個東西? 因為想要讓獅子看起來好看一點 好 沒有問題喔 這邊要提醒一件重要的事情 來所以你放我這邊 解題的時候 如果你創造出一個新的符號來取代其他人的時候 你一定要注意那個符號有沒有範圍限制 當你令T叫2的S次方 我問你T有沒有範圍限制? 有 這個T一定是一個什麼數? 一定是個正數 它一定是大於0的 寫上去 對嘛 2的不管幾次方橫正啊 2的三次方是8 2的負三次方是1分之1 取倒數而已嘛 正的取倒數還是正的 所以這個T肯定是個正數 我要再講一次喔 當你在解題的過程裡面 如果你自己創造了一個新的符號 來取代其他人的時候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這個符號本身有沒有範圍限制 這樣可以嗎? 而且這個符號要仔細的選喔 你不要創造一個符號 然後寫出來長得更醜 那你創造這個符號基本上沒什麼用 聽懂這個意思嗎? 來我們準備來解這個T 解這個T應該是國中數學吧 我在這裡解 來你看喔 慢慢解喔 4,1對不對 然後這個是2嘛 所以這邊是2,1 然後它要-9T 所以這邊要怎麼樣? 這邊是減 這邊是交 所以它會變4T 4T 加2 然後我寫一下 4T加2對不對 4T加1 4T加1 4T加1乘上什麼? T-2 怎麼樣?我寫錯嗎? 我寫錯嗎? -2加1 哪裡哪裡? -4T-1 喔 喔 對不起 所以這邊我配錯了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這應該是4,1嘛 然後這邊是加2 所以這邊應該是-1-2 應該是這樣 所以這個出來是誰? 4T-1 T-2 等於0 到這邊有沒有問題? 我們先來解這個T OK 請問你T解出來是誰? 對 T解出來是4分之1 或 或 或者是2 請問你有沒有不合的? 你的T要大於0 兩個T都大於0 有沒有不合的? 沒有不合 提醒一件重要的事情 有些同學解題 解到這邊他覺得好爽喔 我要得分了 他就在那個題目卷上 把1 4分之1或2把它寫上去 你覺得這樣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就要跟這個分數說拜拜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們解這個方程式 我們是要把誰解出來? 我們是要解X 這個T只是一個橋樑而已 你把T解出來 你這一題還沒有結束喔 請你告訴我這個T是誰? 2的X次方來把它還原 會等於4分之1或2對不對? 你要把它還原啊 因為我們的目標其實是X對吧? 所以來 2的X次方 4分之1是2的幾次方? -2次方 那2是2的幾次方? 一次方 所以這個時候才可以確定 來你X是誰?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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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這種題目有標準流程嗎? 你知道第一個流程是什麼? 先去整理它的長相 然後令它叫做T 然後T的範圍要抓出來 T是一個正數 然後去解這個東西 把它解出來之後再還原 這樣就OK 我們班同學來做一次練習題 來 你翻到課本的習題 我讓你做一次 實際演練一次喔 90頁 來你翻到90頁 哈囉 來208各位 翻到90頁 90頁有沒有看到第三題的第二小題? -有 來給你三分鐘 你做一下這一題 第三題的第二小題 啊那個 來我們小老師幫我拍這邊 等一下我再帶你們做第二次 因為我覺得這種題目會考 我覺得這種題目會考 所以你們要多做幾次練習 90頁第三題的第二小題嗎? 好 來來來來 後面再乾燥球 好 好 好 這一題應該算簡單嗎? 好 解這個尺數方程式嗎? 來明祖非常會 來 請 想戰 那個紅球幾乎睡著 他根本就沒醒太多 那個鍾敏哥也睡著 戳他一下 鍾敏哥不要睡覺 來 再做一次給你看 看這邊看這邊 再做一次給你看 第一件事情 這個題目已經很清楚 所以第一件事情 先把這個是改成做的 2的什麼 平方 你寫要寫清楚喔 然後這裡再x次方 再減掉7倍的2x次方 2的x次方 再減8等於0 這樣嗎 問題 對嘛 先這樣寫 然後再根據指數率的第幾條 第二條 把它寫成2的x次方 再幾次方 平方 對吧 內外次方會等於次方相乘 交換順序不影響 對吧 2乘以x會等於x乘以2 再減掉7倍的2的x次方 減8等於0 好 做到這裡 我們課本提供的一個解決問題的方式 就是我們來令一個新的符號叫做t 來 請問你這個t要令他等於誰 2的x次方 然後請你記得 往後的日子一定要提醒自己 當你令了一個新的變數或者未知數以後 要注意這個傢伙有沒有範圍限制 t叫做2的x次方一定是個什麼數 一定是個正數 這要提醒自己這樣好不好 所以你令t叫做t 那原式會變成多少 這個傢伙會變成t的什麼 平方 減掉7倍的t 再怎麼樣 減8等於0 哇 瞬間變成國中數學 對不對 對啊 你看本來長這樣還覺得蠻醜陋的 令t叫做t 馬上變國中數學 來 這個可以直接t怎麼樣 加1 再乘上t怎麼樣 減8 等於0對不對 有沒有寫錯啊 沒有 所以你的t告訴我結出來幾個答案 兩個t結出來是誰 負1 或者是8 請問你有沒有人不合 t一定是個正數 所以t等於負1肯定怎麼樣 不合 來跟他說再見 拜拜 對吧 這個傢伙不合 然後再提醒一次喔 你可不可以在考卷上就寫8 可不可以 不可以 因為我們要算的是x 來 2的x次方 等於8 所以請問你x是多少 3 這一題讓x是3 這樣問題 你再有考試這種題目不要觸發喔 可以嗎 欸 行不行啊 行齁 來 如果可以 我現在帶你做 課本的下一個重要的問題 來集中精神 下午第一堂課大家精神難免不好 翻到83頁 哈囉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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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